DSE 2018 ICT Paper 1A MC 第3 题 这题刚刚不够一本考生答对 这题是关于Software Design 一些好的Economics Practice 好的人体工学的设计 以前当我们讲人体工学的时候 通常是针对一些实物的 例如椅子如何设计 令到人坐得舒服点 如何设计的keyboard和mouse 令到人用电脑的时候 少些机会受伤 但其实这些Practice 或者设计理念设计的思维 也可以用在设计软件上 例如做App的时候 都会用人体工学的理念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现在每天都用手机App 或者iPad平板的App 基本上我们都是用手指操控touch screen 但我们的手指长度其实有限 所以App上的按针的摆位 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例如放得越高就越难按 越难按就越难用了 App想App容易用 就要放低一些 因为touch screen 基本上有area of usability的概念 如果user在单手或双手按的手机 也影响area of usability 当我们设设计的app的按针时 就要留意这些特点 所以我们就要看 一二三 究竟哪些是好的economics practice 什么叫好呢 很明显就是容易用 好用 对用 才有最多人可以用 一 fix font size 就是app的字体的font size 是固定的 这个很明显就不是一个好practice 很简单 比如长者那样 虽然看这些字大粒一点的 font size太小 对老花的长者就不离了 所以不应该是fix font size 应该是可以flexible的font size 才是一个好的practice 第二 就是send appropriate message 给user 这个很明显就是尽量 设计每个人的需要 而当然是一个好的practice 第三 consistent user interface UI 你的UI是一致的 就是设计是 不会第一版 就将键放在下面 第二版 就将键放在上面 令人无所适从 consistent是重要设计元素的 所以答案就是 2 and 3 only 就是c for cat